十年间,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我们主动降低商品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4%,低于9.8%的入市承诺,同时还给予16个最不发达国家98%的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 我们举办了世界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四届进博会累计成交额达到2722.7亿美元。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认为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多变,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已经上升,但中国经济任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中方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不会改变。 未来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 为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成果,提供更多机遇,为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开辟更大空间。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请你向主管部门来了解。 中方一直密切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形势。 当前,疫情仍处于高位流行态势,同时病毒持续变异,为疫情发展走势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大流行还没有结束。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呼吁各国应继续努力,不放松防范, 要继续加强病毒变异检测和疫苗接种, 落实个人防护等公共卫生措施,为最终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创造条件。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应时应事优化防控政策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为全球团结抗疫做出更大贡献。 许多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的积极意愿, 中方对此表示支持和欢迎。 接下来,我们将同金砖伙伴一道, 稳步推进阔原进程, 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到这项前景光明的事业中来。 中国不仅自身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 还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生效和实施, 做出历史性贡献。 我们持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尽其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截至目前, 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币 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与38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43份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 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0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新冠疫情、 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等多种挑战。 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出现回版, 我们希望相关的国家尽快克服困难, 重新回到绿色低碳发展的正确轨道, 共同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中国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世界,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人 如果您回答目前没有评论。 谢谢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认识 集中心机剧的提问。 我看到哪个十八大一代